抬手流王昭君是什么?一种出全法强满减CD装,只放大招就能轻松连胜的当套路 只有多强,学会我这种打法思路,要是不能躺着上分,你直接过来把我头打烂 大家好,我是小外,这是一局王者24星排位赛 先把冥文出装给大家喜欢的朋友给点赞收藏转发一下 冥文,梦魇,心眼,狩猎,88法穿,疑速冥文 我们这种打法需要在前中期不断支援边路,用大招压塔打出优势,最疑速必不可少 不要说什么调和贪婪,想唱亨就用这一套 装备前期三件套,冷静鞋,圣杯,圣者罚点 38%的CD缩减,前中期一个大招只需要20秒左右,满级大招只需要18秒 王昭君强势点就在于大招可以分割战场,让对手C位没有输出环境 所以CD缩减是我们最重要的属性,然后补上回响,帽子,反分账 最后圣者罚点升级辉月,如果前期被侦掠了,你也可以直接把辉月升级出来 军游戏这局对线诸葛亮,教大家怎么拿一血 学习一技能,蹲草卡什也给一技能,之后普攻清线 第三发普攻可以触发被动三连击 他想抢线,那就用技能和强化普攻压他血线 他学到二技能,那他没了,贴脸用呼盾炸他 一技能打残之后还是用普攻去打被动三连击 他缩塔预怕二技能闪现一技能跟上,送他回家 一级的王昭君想打出爆发 注意一个细节点,普攻一技能输出的同时 记得贴脸让对手把你呼盾打掉,造成爆炸伤害 然后前期打法很简单,多游走即可 如果没有限权,你可以叫打野一起吃 三级拉到上路,这边也是捡了个漏 在公尊离大桥传送瞬间,带走大桥 四级后有了大招,正式进入强势期 这边用一技能消耗诸葛亮,让他不敢吃线 之后鲁班大师拉到大桥,直接给大招 接一技能完成收割 前面我说过,王昭君的墙并不是你伤害多高,控制多作 而是体现在大招的攻击范围大,可以分割战场 让对面C位没有输出空间,从而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 所以不要执着于技能连招能不能冰冻到人 这个二技能如果你打正面团去先手使用 八成都会被裹掉,施法时间太长了 当然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怎么提升二技能命中率 这边大招又好了,中路马上爆发团战 大招直接去预怕三个人站位 老虎诸葛亮站位靠后,他们只能缩塔躲伤害 而公孙黎站位靠前,他没得选只能硬着头地上 对吧,二技能碰到灵活的英雄不好预判 那就少用,把我们强势点放大 大招去分对面走位,然后再想怎么操作 回到中路,对面公孙黎肯定是二压中塔的 二技能不要去预判他脚底,脑补一下他位移方向 你看他自己走上来了吧 像这种灵活的英雄,他就是喜欢乱动 二技能的使用技巧无非就四点 一是预判对手下一步走位 二是蹲草或者卡士也使用 三是卡对手技能前腰动作使用 四是等对手先手再去预判 据我观察,你往腰背打的队友脚底使用成功率最高 这边中草蹲一下看能不能控制住的量 他不过来那直接大招一技能清线 拉扯躲一下他一技能 之后直接去贴脸让他把盾打掉,炸他一下 这边他闪现躲了我们二技能还交了大招 继续追击普攻一技能打残 他把所有二技能用完 关于赶来支援他又没了 这一波之后大招清线连推对面 两座中塔已经转翻了 来要下路清线准备押高地塔 鲁班大师给链子传过去 刚好被公孙李载到 那没办法 二技能放脚底普攻 一技能普攻被迫收割 之后原地大招加护盾 好家伙我在天上就没下来过 11分钟推到对面高地 等兵线进塔直接大招分割战场 防止对面清线 所以大家遇到一些清线慢的阵容 可以直接拿王昭君 打法就是四级后不断去编路 利用大招分对面站位推塔 我玩王昭君周瑜迎阵这些英雄 目的就很明显 拆塔就完事了 只求上分不求战就好看 还有小龙号就要说了 你这样打出肉桩那不是更强吗 此话诧异 我之前试过半肉王昭君胜率很低 原因是王昭君强势点 就是这个大招的分割战场能力 如果你的大招只有减速没有伤害 那对手只要出到魔女 就可以无视你这个大招 不痛不痒 他为什么要害怕进到你这个圈 而且王昭君自保能力并不差 拖战状态和释放大招都能刷护盾 二技能放脚底 勉强算个自保技能 即使你放不准 不是还有闪现 还可以去用灰月 复活甲明刀换装嘛 当然外部是无脑吹王昭君 我们还是有很多怕的英雄 例如手长的法师 干将莫子银阵等等 只不过分段不高的局 你拿王昭君上分确实很轻松 只要队友肯去推塔 转线快一点 基本就是十分钟一局游戏 那本期教学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